中国给伊朗导弹装上北斗导航 这是真的吗 为何说不符合中国外交一贯的原则和利益 敬请观众本节目了解详情 目前王毅外长在应邀对伊朗进行正式访问期间 同伊朗外长扎里夫共同签署了中医全面合作计划 立刻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的导弹将使用中国的北斗全球定位导航系统进行制导 消息公布 国内许多网友非常兴奋 认为中国这是联合伊朗对抗美国 给美国狠狠插了一刀 尤其是伊朗的导弹将使用中国的北斗全球定位导航系统进行制导的消息 不但让中国网友人心振奋 更是引发了无限遐想 仿佛伊朗的导弹马上在北斗导航的精确指引下 飞向阿拉伯海上的美军航母 事实上西方媒体评价中伊合作计划都在说 中国在中东联合伊朗对抗美国 中国在中东增加影响力 反映了中国日益增长的雄心 带有中国威胁论的味道 伊朗媒体则喜欢渲染伊朗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受到了中国的大力支持 把中国塑造成战队伊朗对抗美国的英雄 甚至把中伊关系拔高为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 媒体炒作归炒作 但我们自己头脑腰清醒 中国和伊朗签订25年合作计划不等于中国战队伊朗 也不要清晰中国为伊朗导弹装上北斗导航这样的消息 因为这不符合中国外交一贯的原则和利益 中国的外交在处理各地区不同国家间关系时 一贯原则是 奉行不结盟政策 不陷入到地区各国的冲突之中 尽量和冲突各方都保持伊朗友好的关系 而中东地区矛盾比较复杂 沙特和伊朗现在还在野门展开代理人战争 但中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关系都非常好 尤其是沙特 中国和沙特早在2016年就解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当时沙特刚和伊朗断交 沙特目前是中国原油最大的提供国 去年向中国出口石油8492万吨 王毅此次出访中东六国 第一站就是沙特 在王毅访问沙特时 沙特能源巨头按摩宣布 沙特将把确保中国能源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之一 因此如果一边倒战队伊朗 明目张胆地给伊朗导弹装别斗导航 是不符合中国在中东的利益的 这样容易引起一些与伊朗敌对的阿拉伯国家的反感 使中国失去这些国家的支持 也使中国失去在中东各大势力间左右逢源的战略地位 另外 中国目前军事实力的投射范围还比较有限 既没有能力 也没有必要介入遥远地区的军事冲突 因此在对外军事合作上 中国也会非常小心 不可能被绑在别人战车上 免得到时候营火烧身 因此中方特别强调 中国和伊朗的这个全面合作计划 不包括量化的具体合同或指标 不针对任何第三方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 该文件是一份全面的路线图 经济方面为文件的主轴 其中包括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特别是伊朗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这也意味着这份文件实际上描绘了 中伊两国的合作蓝图 为中伊未来合作提供宏观框架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常华 也在伊朗国家通讯社发表属性文章 强调中伊两国合作 建立在相互尊重 互利过赢基础上不搞零和博弈 也不针对第三方 因此中伊全面合作计划虽然十分重要 丰富了中国在中东伙伴外交的内涵 但并没有突破中国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原则 更不会有中国选边战役说 给中伊全面合作计划套上地缘政治的帽子 或进行过度的战略解读 甚至具体到中国给伊朗导弹装别的导航 那不但是太狭爱 也是普通捉影 或许是因为美国访问新德里的关系 印度媒体再一次开始编造谣言 鼓动国内极端舆论 制造敌对我国的民间情绪 最近就有印媒在网上叫嚣 对比中伊两国的空中战力 不过很快就有我国飞行员 透露双方真实差距 据环球时报在3月30号的消息显示 印度媒体亚欧时报在前一天声称 中国的主要服役战机的战斗力 远逊于印度的苏30MKI 或许仅有歼16能够稍稍改变这一局面 有一战之力 不过央视在最近的栏目中 有意无意地多出了一档 介绍我军空军飞行员的节目 其中就谈到了 我军北部战区的空军飞行员教官 王松熙对当前主力战机的看法和认识 而歼16更是成为了重点介绍对象 按照我军飞行员教官王松熙的说法 尽管歼16的外形 与引入的俄罗斯苏30战机十分相似 但是两者核心的区别 就只有内部设备上 以座舱来说 歼16采用了玻璃化的座舱设计 取代了之前苏30的老式设计 加上我国近些年 在复合采用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整体机身重量要远远轻于苏30 机动性远好于后者 减重的情况下 我国的歼16在武器装备上 和航电设备上 就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另外 我国因为隐身材料方面的研究 还专门为歼16涂装了隐身材料 或许无法像歼20一样 做到全面隐身 但是也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减少被雷达发现的可能性 而印度的苏30MKI 却依旧是使用了 原本俄罗斯提供的相关系统和装备 自己没有研发能力 作战能力依旧停留在上个世纪 而且印度那个后勤 天晓得经过维护后 会不会自己就摔下来 这种状况下 在对阵我国歼16 其实完全不是对手 而印度人之所以一口咬定 自己的空中战力更强 则完全是出于对发动机的认知 因为认为 印度的苏30全都是原装货 AR-31F发动机 比中国自研的国产航发 WS10要强得多 然而且不说以航发来定义 战机能力这件事靠不靠谱 光是印度这个结论就相当离谱 到目前为止 不论是国内专业人士 还是俄罗斯的专业人士 都从来没有对 AR-31F航空发动机 和我国的WS10航空发动机 进行过对比 也从没有谁单方面认为 航发的推力上 俄罗斯的就可以比中国的更优秀 印度一个连自研能力都没有的人 甚至碰都不敢碰的人 却在这指手画脚 未免也有点可笑 此外 中国还拥有被外界普遍认可的 超视距空空脑弹 这也是印度那些原装的 苏30MKI所没有的 很多国际军事评论文章中 也普遍将歼16称之为 中国能力最强的多用途攻击机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我国其他的一些 现役主力战机的能力到底如何 我军飞行员教官王松熙提到了一个案例 自己在2020年驾驶歼16与歼10C进行空中对抗 最终的结果是双方已平局结尾 这一点其实就很说明问题了 近期在北约的怂恿下 乌克兰果断点燃东部战火 想要借着北约援军东风 把与俄罗斯的薪酬救恨一起算掉 不过就在北约集团围困俄罗斯之际 内部成员却未占先怂 3月31日 俄媒俄罗斯微型通讯社 在当天的消息中指出 目前北约27国联军正在分两个方向 不断部署在俄罗斯西部边境的两侧 展开军事演习 想要随时支援 可能很快就要点燃战火的乌克兰一方 围困俄罗斯之意 昭然若揭 不过在俄罗斯一周之内 调集了一万多部队 部署在前线之际 北约内部却开始有人打退堂鼓了 据俄媒报道称 瑞典国防研究机构 在最近出具报告显示 如果北约与俄罗斯爆发战争 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周边地区 那么俄罗斯将具有很大的优势 北约如今的情况 已经很难支撑高强度的作战 北约相对于俄罗斯来说 可以投入的精锐部队更少 而且指挥系统也更加复杂 各个部队来自于不同国家的指挥中心 协同程度无法与俄罗斯相提并论 此外 部队的支援效率也有所欠缺 有瑞典媒体瑞典晚报就表示 俄罗斯可以在一周时间内 向北约组织的北欧地区 派遣接近70个机器化部队 而北约可以派遣的 大概不会超过43个 两相对比下 如果爆发战争 北约将很难支撑起一个大规模的对抗 如果美国没有及时插手 那么北约向中欧 甚至是向西欧退缩将成为必然的情况 当然 可能是基于面子考虑 瑞典人也适时地吹了一波北约的战力 瑞典晚报就提到 国防机构研究报告表明 在海上和空中的战斗 北约会更具有优势 而地面作战 俄罗斯则会更具有优势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火炮等远程支援手段 瑞典也承认 尽管北约成员国中的武器装备 都算不上落后 然而维护状况的军队训练问题 却让人堪忧 更不用说 偶尔还爆出一些军队内部的丑闻 不是极端思想泛滥 就是倒霉军备 又一次充好填充账单 内部问题严重 还没开打 北约内部就开始出现了投降派 这几乎就已经印证了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北约组织的看法 脑死亡 在失去苏联的十几年里 北约内部快速堕落 没有外在压力 内部矛盾更是激烈化 土耳其和希腊甚至动了几次手 美国也开始为了经济问题 不断趴在北约成员国上吸血 值得一提的是 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回应 瑞典人口中的空中战力不如北约 俄罗斯两架图160 就去北约地区飞了一趟 据相关消息指出 此次例行飞行任务 图160的滞空时间 达到了惊人的八个小时以上 这也就意味着 俄罗斯已经在向北约中的北欧国家暗示 如果真的要动手 俄罗斯有足够的能力和准备 寻找机会 将这些国家全境榨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